男人是真心爱你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七个幼稚的表现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优点 尽力掩饰自己的缺点,这些也只是我们漫长岁月的一部分 我们只愿意在外面重要和喜欢的人面前,才愿意获取表达内心的想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男人深爱你,他会不自觉地从成熟到幼稚 因为在你面前,我可以完全放下自己,没有上面想法的一览无疑自己的缺点 因为爱你,所以慢慢地开始有了这些幼稚的表现 一,幼稚到凡事都要以他为中心,这不是大男子主义 因为在爱情里,他把你当作世界的中心 他希望你与众不同,也更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你的中心 希望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可以只能放在他的身上 这并不是男方无理取闹,只是在这样一段感情里,他更在乎和更爱你 二,幼稚到不由自主地对你说很多的话 唠叨并不是女人的专利 男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特别地关心女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什么的 所以,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女人要好好吃饭,按时休息 这样的话,其实此时男人的唠叨真的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了 三,幼稚到不顺着他的意思,就开始吃醋 男人太爱你了,会对你产生危机感 对你周围的异性产生敌意 即便是你的好朋友,那也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男人会为你吃醋,看见或者知道他会突然的生闷气 不说话,只想要你哄哄他 他不是矫情,而是真的很爱你,不要误会 四,幼稚到你的每个朋友他都想要认识 他想通过你更多的了解,然后从你身边获得安全感 他想要通过你朋友的聚会和活动 在你的朋友面前告诉他们,你是有男朋友的人了 对你有想法的人,赶快使了这条心 他很幼稚,但也是真真切切的说明他真的很爱你 五,幼稚到用小做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 男人平时都显得特别的理性,讲道理 但那时在外面不得已的伪装 只有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男人才可以彻底的敞开 做自己,因为爱你,所以常常希望你能多注意一点 如果你忙的忽视了他,他会感觉很受伤 并开始用小做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 希望你能重视自己 六,幼稚到对待你的事情很冲动 在爱情面前,男人比女人更加果断 甚至还会有些冲动 果然这种冲动有时候会给他带来麻烦 但是不可否认,男人之所以这么果敢 还是因为太爱你了,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成熟稳重,另一个人就活泼一些 互相弥补,彼此增加新鲜感 七,幼稚到只要你生气,他就没脾气了 这种男人真是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幼稚 你不生气包容他的时候,他就摆出一副无法无天的样子 可是你一旦生气了,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连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他真心爱你,他知道主动示弱 就能让你对他爱恨有加 爱情有一种魔力,能让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比如能让平时爱笑的人心情郁闷 能让平时沉默的人变得唠叨 也许你觉得一个男生很幼稚,小孩子气 也许他是在你面前才会做回内心最真实的自己 但你别忘了,只有当他爱上你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他与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才会完完全全地去给你展示自己的真心